是的 我用纸板DIY了一台家用街机 在2024年 文艺复兴了朋友们 这一套做下来我只花了200多块 不仅能玩几乎所有的经典游戏 还能玩最新的街霸6 我会把过程分享给大家 希望可以给到你一些启发 我觉得街机是那种复古库 我一直很想在家里放一台 这是我去年买过的SNK官方授权的Neo Geo MVSX 乍一看很漂亮对不对 但是我使用了一年多之后 我发现它有一点点不完美的地方 这么大个家伙怎么这么弱 这么空 里面就这么点零件 考虑到这些遗憾和并不低廉的价格 我就开始思考了 是不是有可能用完全不同的一套逻辑 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套逻辑还真被我找到了 就是任天堂几年之前引以为傲的Lebel Lebel系列是很多人 好吧 至少是我拥有非常多美好的回忆 并且非常喜欢的玩具 以前的Lebel钢琴 Lebel二胡等等 虽然它们在几次搬家过程中早就烂完了 但它的理念真的很棒 这个理念就是用一些简单的DIY的物理属性 配合已有的游戏机的电子属性 做出一种新的更有沉浸感的游戏形态 小型家用街机 我觉得可以抛弃原本矿体和机板的二分法 采用类似Switch的Dock模式 用每个人都有的笔记本电脑作为主机 围绕它做一个街机版的Dock外设 不仅节约成本 而且一机两用 现在要开始动手做这个Lebel版的街机Dock了 这里面技术含量最高的是街机手柄 但其实要还原这种原汁原味的操控感并不难 材料也非常好搜罗 芯片我选择的是这个小红版 iOCO数量够用 价格也不贵 按键这边一套按钮分别有 A B X Y L B R B L T R T 8个 以及Start Select 小一圈的 还有一个摇杆 一共11个零件 控制成本的话可以选择这种国产的 摇杆30一个 追求手感的话也可以用这种三合的 99一个 但是做工和手感真的上了一个大台阶 去往每个方向的手感都非常准确干脆 光是推一推就非常开心 用线把按钮和板子连起来 注意要先进游戏记录一下按键映射 和摇杆上下左右的预设方案不要连错了 这样就可以了 不洗 备用 机器的矿体我用的是250克到750克不等的蜂窝纸板 第一步测量画图纸 小时候被这个打过的扣个1 中面的面板做好了 好像个相框 纯切反了 我把这个DIY想得太简单了 觉得不就是平面几何吗 徒手执笔计算就可以 没想到算术部分还没出错 一个不小心把洞给扣反了 这才刚开始啊 之后要出的岔子肯定会更多 所以 现在plan B 先去设计一个图纸 像level一样 量好笔记本的尺寸 尤其是屏幕部分的 一定要精确 在SHIPPER3D里建模 这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调整矿体的结构 用了纸板 我自然就不想用钉子 螺丝那种不够DIY的组装方式了 于是我设计了这种 用笋帽结构 让两侧面板夹住中间 线条更加复杂的部分 我比较喜欢大线条的 所以建了个跟乐高吃豆人街机 差不多的造型 之后可以贴上自己喜欢的贴纸来装扮 我把设计图1比1打印了出来 这样切割就可以更加精确了 好大 把图纸覆盖在纸板上 用小钉子大致固定一下 沿着线切 这个叫熔膜膜定位法 这样就可以既不伤害纸板表面 又不用担心切错位置了 分开 所有零件都切割好 都在这儿了 现在开始组装 这块板子在做的时候 出现了一点小瑕疵 不要紧 我有办法 太老土了 卡锋上个贴 医生姐姐来了 其实这个地方 我在钻孔的时候 也有一些小瑕疵 其实可以贴整面的贴纸 把它全部糊住 从背面把按钮的小洞挖一下 按钮这里有两个有弹性的卡扣 直接这样插进去就可以了 好了 你看 感觉还不错吧 机器的框体大致就已经出来了 现在就要笔记本来出厂了 为了把它成功的放进去 我还特地做了一个笔记本支架 两侧有两块两厘米厚的三角形 中间也是这种纸板来固定住它 把它放上去一座 稳稳当当 支架先放进去 笔记本 试一下 哦 真真好好 是不是 哎呀完美耶 怎么样 不错吧 这样笔记本的屏幕 就可以直接当做接机的屏幕了 其实想要还原接机的感觉 最原汁原味的 当然就是CRT了 这种已经被消费市场淘汰的技术 一大优势就是响应速度极快 完全不耽误接机高手们的高速反应 但是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贼重 固定不好 直接掉下来的话太危险了 所以我这里就直接用笔记本的屏幕来代替了 笔记本需要的电源线 可以从屁股后面这个洞伸进去 像这样子的洞 我还在上面又开了四个 是给笔记本当做通风口用的 我想要尽可能能不影响笔记本它的散热吧 通风口留多一点 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它的散热能力 不过 哇 洞有点多 美化一下 打成JPG了 像关进监狱的难兄难弟 顶部这个空间 其实我也有一个小设计 我准备了一个这样子的铁皮 贴上去 这样就可以用来贴我收集到的各种 冰箱贴了 最后贴上剩下的贴纸 并且盖上侧面的盖子 大功告成 Nintendo Nintendo Level Omen 是最常见的 而且是开源的 有很多网站可以下载适配Meme的ROM 然后是前端 Windows嘛 如果没有前端 我们就得打开文件夹 一个个对着文件名找游戏 然后打开模拟器 模拟器前端可以当成一个启动器 把模拟器软件 游戏ROM整合起来 以一个比较好看的UI展示出来 有这种 这种 和这种 我这次选择了一个在好看层面上 突破天际的前端 MGalaxy 的付费版 25美元 很贵 但是 我觉得很值 因为 请看 而且 把ROM文件 放进指定文件夹之后 MGalaxy会根据这些文件 自己去网上抓取这个游戏的 logo 截图和录屏片段 自己套在皮肤的模板里 非常方便 这样玩起来 你还是要用到鼠标 你得进Steam 然后做各种选择 打开MGalaxy 哦 你看它是不是超级酷 就像在一个真实的接级厅里面 超级顺滑 色彩好艳丽 漂亮死了 来玩一个 现在就要投币了 但是没有关系 两个小按键一起按 就可以投币了 天刚火 你还爬上来了 按键拍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 使劲拍好了 但摇杆还是有一点点脆弱的 如果我是直接做成了木头的话 它现在支撑就比较好 哎 这个让我吃晚饭 棒子 棒子 哎呦 把我垫死了 反顾了经典街机 再玩一玩现代的格斗游戏 不得不说画面进步真的是太大了 嗯 嗯 街八六现在还做了一个开放世界模式 我来试一下 这条街就是 全员格的 你看起来是个好人 跟我单挑吧 OK 我其实以为大街上的人都会像我一样 长得这么凶残的 结果只有我一个人是异类 我这是服了 纸箱头盔拿下来结果是两个好人吗 啊 还真是呢 吓到了吗 不可能的 我长成这个样子 整条街不会有人敢挑衅我呢 这画面真的完全不出现在主流的开放世界3A游戏 这个街机的成品让我最满意的地方 是它竟然真的还挺好看的 很有style 玩起来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妥协 我拍按钮拍得很放心 这也让我开始认真思考起 家用街机这种产品 考虑到长期使用 蜂窝纸板就像原本的Level一样 依然有异兽潮难打理容易烂的问题 边角也很脆弱 或许可以在设计图纸不变的情况下 把材质变成实木 这样它就从Level变成了一个漂亮又有用的小家具了 市面上能买到的我有搜到一个七八千的街机柜子 它其实就是个柜子 可以选择放一个屏幕进去 造型很好 但是太贵太大 另外一头就是很多很山寨的 摆在电影院门口的几千合一山寨街机 很丑很廉价 我发现审美现代小巧 适合放在家里的家用街机 这个市场还挺空白的 我自己是还挺希望有一个大小更小一些 实木打磨过的家具型街机摆在家里了 你们觉得这个市场是暂时空白 还是需求实在太小 没有人要呢 你会想要一件这样的小家具吗 真诚发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最后如果你也觉得我这台Level街机有点好看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哦